在水裡我可以飛 可以跳起來兩米多 可以在空中停留5秒 呆鼓的力量是在陸地上無法想像的 我叫張亞舒 我是一名舞者 20多年吧 一直在跳中國古典舞 跑到水下去跳舞 給自己的舞蹈找了一個新的品牌 第一支水下的作品當時是《電影革命者》 一些掙扎 直到那個紅丑字的出現 要向那個光,向那個方向去抓住它 就像一個希望一樣 就完全是一個飛揚的 背黑暗的像之光明 總片長只有兩分多鐘 兩天的時間,估計下潛400次左右 每一次拍攝也就四五十秒 泡咬量是非常快 水下的時候 它跟陸地上跳舞完全是兩樣的 我沒有辦法核心發力 我哪怕張25度都非常困難 每經過一米它都會有耳壓產生 轉變自己的思維 我不能跟水去對抗 呆鼓的另外一個力量 也是在陸地上無法想像的 我是四川人 是非常典型的穿妹子 我爸爸媽媽都跳舞的 都是舞蹈演員 耳魚木染吧 舞蹈學校畢業 就直接進了院團 二十多年 幾乎是每年有一部這樣的舞劇 離開劇院的時候 三十歲 我當時就好想跳一跳不同的作品 如果這個時候再不去 可能就沒有這個機會了 報復性地去嘗試 那個時候我接觸了自由潛水 我覺得它是一種制約 必須要做到非常地安靜 你才可以摒棄更長的時間 水下攝影的這樣一個好朋友 他來告訴我 我們可以認真地拍一次水下舞蹈 好巧,我這個時候 已經取得了自由潛水的證書 好像時機到了 最難的我覺得是《青女思雙》 我平時也沒有到過零下二十度的地方 所有人都勸我 就覺得算了 《青女》是中國傳統神話裡面 主管雙學的一個女神 致敬東奧的一個作品 冰上的話就是很好理解 就是青女的一個形象 用了我們中國最傳統的水秀 全世界只有1%的潛水員 玩過冰淺這個勇敢者的遊戲 但是呢把冰下和舞蹈相結合 在全世界應該是第一次 到達冰下走路 你的重力是顛倒的 我才發現路面上的訓練的肌肉 終於派上用場了 我衰老年沒辦法抵抗 觀眾對一個女演員的苛求 也沒有辦法去改變 年輕美好的身體 這個真的很直觀 到了這個年齡 其實你要放下很多東西 放下過去一直以為的 要站在舞台中間的這樣一個執念 我依然在跳舞 一切都為了延長自己在舞蹈這件事情上面的生命 給她更多的可能性 女人的美真的有很多種 很溫柔的 很溫婉的 我希望她是傳達的是一個力量的美 也是我們中國女性 她骨子裡舊有的一種美 女人的柠檬 中央呢 好 想看 哪一隻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